当我们开始使用PC救星时 可以发现预设值的解析度 跟你真正的荧幕解析度不同 或者是依效卡或显示卡也抓取不到的时候 我们可以将滑鼠游标一致下方的开始 系统 选择管理 这边有一个硬体驱动程式 点选以后他会先找寻你电脑里面适合的驱动程式 找到了以后我们可以点选启用 他就开始安装你原本的驱动程式 完成了以后再点选关闭 然后再将系统登出 登出以后 我们再输入我们Netbox的账号密码完 再进来这个画面的以后 再点选更改荧幕解析度 选择佛 在这边他就会出现你电脑真正适合的荧幕解析度 我们可以选择你想要浏览的画面 再点选套用 保留这个主态 点选关闭 这样就完成了 这样就完成了